這邊好漂亮喔 比你漂亮 這邊真的很漂亮耶 謝謝你 那邊是用檸檬香煙炒的方法 檸檬的邊啊 跟雞雞的意思 很久了耶 I'm sorry for the lights went out cause you kept cutting your cord and I started to fade into your grave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歡迎收看老闆不是冷幹的 大家好我是凱爺 今天的氣氛比較不一樣喔 因為我們今天邀請到就是 網路知名女嫌蹦蹦死的Lisa 嗨 喔 感覺怎樣 而且會超酷的耶 那我講完 不好意思這我們兩個習慣 因為我們兩個喝酒都會交換這樣可以一個 喔 回來 我的比較好 你的那個好濃喔 我那個很像清 你以前是做內衣的 那你後來怎麼就是騙到一些 裡面的知名品牌的地位 這不是很多訪問都有了嗎 你還要再問嗎 你不覺得人家會膩嗎 真的嗎 就是所有都是一個輾轉莫名其妙 一路曲曲折的走到這邊 完全不是在計畫中那一個 那你覺得最曲折的人生是什麼 在創業路上 最曲折的人生就是 我不知道原來我能夠做這麼多事情 外面有沒有都外傳 都是別人這麼人 對 你說你外傳就是說 你們在高階離開以後 然後公司就一蹶不振 是啊就是這樣子啊 我都是我就是沒在做的事 我就只是一個花 是 我覺得每個創業家一定都會被外面誤解 那你覺得就是 你對這誤解的解釋是什麼 我覺得還不錯啊 表示我活得很樂觀 然後外界看到都是覺得我 我很好的那一面 明明有時候我是真的在說苦 他們都覺得我在開玩笑 嗯 或是明明有時候我 我拍的時候已經蓬頭夠滅的照片 然後是多苦樣子 他們都覺得怎麼那麼好笑啊 超荒謬的 對 我記得你有一個很可怕的紀錄 他在很短很短的時間裡面 瘦了非常多 你瘦多少 大概十幾公斤吧 多久 半年吧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拼 好 因為我其實十幾年來 已經不敢健康檢查 啊 懂 然後 我到去年 我覺得我一定要做一下健康檢查了 其實我每天的精神狀態都是 可以忙到三更半夜 我都不會累 所有人都覺得我像超人一樣 但我都告訴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在我狀態下 我這種就是屬於那種 網路上最常說的那種 暴斃的典型 在我所有的三四個重要檢查 第二次檢查之後沒事之後 我就隔天馬上去 減肥門診 真的 馬上 如果我都已經快要死掉了 我就 就 撿什麼肥啊 但是 可是萬一 就像你說 你一拿到報告的時候 你做了後面很多的準備 有哪些跟你的工作有關係嗎 沒有啊 就把公司送給現在所有的同事啊 好厲害喔 就是變成是一個 他們就可以開始 從此之後 自給自足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運營 啊 好跟壞他們就自己承擔啊 我是真的這樣想的 因為 我要留給誰 我也沒有什麼 家人可以做這件事情啊 然後朋友又想你們這麼無能的 他也不能夠接這種事情啊 所以我想說 有一個整個現在原本的團隊 然後讓他們自給自足 然後他們成就成 不成就 算了 其實搞不好他們會成啊 畢竟你無能久了 對啊 畢竟我就是一個花圖 他們自己做比較好 對對對 就擺脫妳 對啊妳最高學歷以前是多少 二專 妳也沒有練得很好 之後就去做什麼證券行的小妹 我在二專的時候就有一直在 汽車公司有在上班啊 嗯 汽車公司上班 然後然後後來就在證券公司上班 其實報章雜誌其實都是有點誤導 害我還被我媽罵 我不是證券公司的小妹 從其他地方就是行政的專員 但小妹這件事情 其實就害我被我媽媽笑說 為什麼要說你是小妹 這樣子 全部人都會笑我耶 我說沒有關係啦 他們寫什麼就寫什麼 高興就好 這一兩年很奇怪 他開始瘋狂的穿紅色 然後開始玩直播當微網紅 微網紅喔 微小的意思 身材上來說 他是巨大的網紅 對 那妳為什麼有這些改變 應該是說我大概從 一年半前 快兩年前我開始了直播 那其實我本來直播的想法 只是覺得 也是覺得說 好像大家都這麼做 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試試看 我去更貼近粉絲 但同事們他們其實 一開始都還不願意上去 那你只好自己硬了何必上去 嗯 其實這也是減肥的原因啦 因為鏡頭下的你 天啊 對 就越直播越開心耶 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可以叫出每個人 然後每個人 可以跟我聊天的 那種感覺很開心 然後真的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那妳遇過最好笑的客人是怎樣 是怎樣 其實我們的客人人都很好 很可愛 或說要講有趣的事情 倒是有幾個有趣的事情 曾經有一客人啊 他就說 啊這張鞋子他太小啊 他想要退貨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那沒有問題啊 到時候我們會請黑貓 把鞋子收出來 那請你給我們一個帳號 就退款帳號 黑體驗就 對 因為他是用 獲到付款的方式 所以我們必須提供帳號 就回來的時候 你們收到一本存折 那我們就要一直 翻翻翻 印章在哪裡 印章在哪裡 有沒有小張 沒有 我們打算跟他說 功虧一虧 你的障礙在哪裡 讓我們這個品牌店上 如果從某個角度來說 員工都很年輕 對 妳怎麼看待 譬如說妳的員工就是離職 而且有時候現在的忠誠度 或者是那種你知道 跳出率超高 可能三個月半年 最常換一個工作 妳怎麼看 我們公司的離職率 妳常常在笑我說很高 跟鏡頭講妳今年離職率有多扯好不好 在整個十多年的創業過程當中 就是蠻震撼的一年 原本公司幾個人 二十個 然後走了幾個 十二個 幾趴 你自己算 你自己算啊幾趴 一次走六成 來了 新來了以後又走了幾個 梨沙古適應 他這次一直在虧我說 我的離職率高 但其實認真說起來 這些其實是 大概兩年了 三年了 只是剛好在這一波 孩子們覺得他們 可以離開了 而他們離開之後 他們可能想要學些更不同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還蠻釋懷的 原因是 我覺得 我真的不能期待一個 二十六七歲 剛畢業的英階畢業生 在一個地方待八年 就像妳說二十七八歲的 新鮮人 在一個公司裡面 好這個公司 是一個非常快速的 電商的環境 他要 就是快速 被拔捉 或快速被老闆看見 他的最重要的幾個技能 我覺得要有非常非常大的 自修跟自學的能力 因為 我們來不及 教他 這是我最近感受很深的 所以就是極戰力 就是我們來不及 一到了就要能夠打仗 其實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白痴嗎 我都接受你那麼久了 可以接受 單純 然後是白子 然後技能沒有很多 但我其實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進來之後他不至其快速成長 而要我們一直教他 因為 什麼 蟲 蟲啊 對我聽說你在履歷的時候 屁沒有 從來沒有過 沒有詐騙的我也會叫他來 沒有詐騙你什麼時候叫人家來 然後最近很多 氣死我了 其實邏輯上來說 本來 本來在網路電商的環境裡面 這個人才來去就很自然 一般基礎的員工的離開 跟高階主管的離開 你怎麼看待高階的這件事情 畢竟革命情感都這麼久了 高階主管的離開喔 你是一個秀情人嗎 我超秀情的啊 其實基本上 我只是一個外表看起來很凶狠 那內心其實是有點死辣跟太感情用事的人了 真的 我覺得我會被富人之人跟感情用事 其實耽誤了我們公司的成長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你認為 如果你不要那麼的富人之人 或許就不會耽誤了本來在公司上面發展的tempo 對其實我們有真的因為不少的事件跟情況 以及一些我的太富人之人的一些判斷 真的有影響公司的發展 這是我最近一直在反省的事情 這是一個領導人在看自己 就是所謂的員工的部署 那你有沒有覺得說 在這些所謂的高階的員工的邏輯裡面 高階主管邏輯裡面 哪一些地雷是絕對不能踩的 背叛跟說謊嗎 就是這兩件事情你覺得非常clear 我覺得做錯事 笨 能力不夠 這些都還沒有關係 但我真的覺得如果人一旦是去信任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誠信這件事情對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件事情我是比較沒辦法接受的 大部分的離職員工啊 可能都會有不同的發展 離職的人如果進入同行 你會覺得他是叛徒嗎 不會啊 那你有遇過什麼離職員工後來傳回 要讓你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嗎 其實我想要就是跟 有觀看的所有的年輕夥伴們說 時間很小 如果是不好的公司或是不好的老闆 或是不好的企業 當然說整個 呃 員工們其實也會互傳 這件事情是必然的 那同樣的道理你們怎麼沒有想過 其實反之 老闆們其實也都會互傳 所以基本上 走了是幾個人 不約兒童 最近一直有人打電話回來問我 怎麼樣 這個員工怎麼樣 我都會說真心話 我們老闆之間的真心話 我們真的會說真的 除非對方是我討厭的人 那討厭的人他應該不會來問我吧 對如果討厭的人 我一定覺得說 我再送你幾份履歷 所以你以後有遇到崩崩子 就是離職的人 歡迎來問我 歡迎來問 沒有啦 可是我最近有遇到一個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 其實我也不怕自己本人看到 就是我覺得現在小孩子 因為世界真的很小 所以如果不是你做過的事情 真的不要說 哇你現在好小一輩 好可愛喔 比如你在這個公司 你待了多久 然後你擔任的是什麼樣的職務 你就要說實話 懂 因為我們也是成熟的老闆 我們其實不會去說你們的是跟非 我們會說出事實 但如果你今天 我都還沒有辦法拼 我都還沒辦法跟對方說 你的工作上的好跟壞 或是你本人的態度 對方直接問我 你的工作項目 我就傻眼 我第一次就說 他要不是做這件事情的 這樣就會真的很糗 就是禁告大家 就是 就是不敢離開任何的職場 你們可以化妝 但不要整形整的那面子 我為什麼不喜歡你們本人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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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誇示 跟說謊 是不一樣的 我懂 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合約 我幫老闆去跑流程跟送用意 你告訴人家說 這個合約 這個合作案 是我 經手的 這個說法 模擬兩可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做這件 你如果真的沒有做這件事 你有沒有做那個職務 真的不要說 因為這已經是到說謊了 其實這樣是三方都不好 因為如果對方用了你 其實對我也不好 人家會說 怎麼那公司來做那件事情呢 現在程度其實是這樣而已 這麼low 照根據統計 你一眼大概外賣二十萬到三十萬的東西 有沒有哪一些客人會讓你覺得 天哪 他們就 有耶 我的很多客人都很 很疼我們耶 他們會 就是會 他本著寄給你嗎 本著寄給我 然後印章 就是說他忘了寄 然後再補給我 對 然後我就請黑貓去跟他收 沒有還有就是 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辦活動 他去特製了當地最有名的蛋糕 親自送過來 完完全全程上面是我們的品牌 我都覺得說天哪我何德何能 為什麼粉絲要這樣對我 嗯 然後我在直播的時候 他們看得出來我真的很累 或是我真的喉嚨沙啞了 我過幾天我就 我就會收到一大巴的喉糖 結果我就會覺得說天哪 真的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還有就是 他們出去別的地方玩 然後回來都會幫我們在伴手裡 然後連著你都跟著吃香喝辣 我有收到 謝謝大家 連同他都分了他吃這樣子 對就是 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怎麼這麼好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 有時候做品牌 這些是最值得 而且這些都是我覺得 如果我不是有做直播 我不會得到的 嗯 因為 你只是粉絲團 你只是在做一個品牌的官網 你只是在做銷售 客人再怎麼樣喜歡你的商品 喜歡你的品牌 他或許也沒有那個管道 可以跟你一直溝通 一直溝通 一直溝通 所以我才覺得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做直播裡面 我收穫最大的 因為 我很直接的 跟所有粉絲 用心在做朋友 嗯 那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我收穫最大的 對啊 因為我們知道近年來 譬如說 臉書的成本非常的高 人員切切不好請 對 相關的工廠也不好管 嗯 你曾經想過要收掉這個品牌 我 我常常覺得啊 要收一個品牌 然後收一個公司 比要創業還要更有勇氣 對 因為收很麻煩 你知道嗎 收一個公司比開一個公司 不要 撐 撐比收 容易一點 撐比收容易 容易一點 收真的很累 可是下定決心 要收那個勇氣很勇敢 如果真的下定決心之後 發揮創業家精神 就是勇敢去面對那個收的過程啊 欸長行你現在要我 好像要收一樣 沒有 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直接面對特務的銷售 還有我的設計商品的開發 還有天馬行控的行銷 可不可以撇開這些之後 其他都不要管 比如制度 比如出貨流程 比如財務 可不可以都不要管 如果都不要管的話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開心 就是很開心的做商品 很開心的接觸客人這件事 所以實際上 你敢做一個鞋類的設計師 會比做老闆更快樂 一定 我覺得是 回到說 當年那個做絕境的自己 其實當年做絕境的時候 根本不是做女鞋 是做內衣 是做內衣啊 你回到當年的自己 你還是想要選擇這個不歸路嗎 我或許還是有可能創業 但我一定應該不會選這個品項 那你會想要選什麼品項 我也不知道 但就不會是這個品項 那這個品項有什麼 讓你覺得 絕對不要再選的原因嗎 試劑太過分明 成本很高 尺寸很多 尺寸多就算了 它還有寬炫窄 更高的各種問題 舉一個最明顯的問題 同一件衣服 其實正負10公斤都能穿 它就是oversize 跟緊到抱的差別 但是 鞋子 0.5公分就不能穿 它就是會掉 真的好傻好天真 才會做鞋子耶 0.5公分 重點是 上輩子我們殺了 我真的是殺了一個村莊 我去放火 我跟你說 假設它0.5公分 它其實是長度可以 它還有分前面寬 還有人拇指外翻 還有人很扁 它就是會掉 那太錯綜複雜了 所以很多人在分享說 欸你們退款獲率幾%啊 大家都說 噢我們是3%我們是5% 我都問問 widget想說 天啊 我們這槍出來會嚇死人 大家都覺得說 天啊你們怎麼那麼爛 其實不是 你來坐鞋看看 氣死我了 17%它們又說 天啊你們怎麼那麼差 媽呢你自己做 真的 4集 vel子 其實我每賣出十雙鞋就有一雙鞋 對 而這雙鞋如果他沒有回購的話 他的來回進的運費超級高 就是錢還沒有收掉 可能要付出兩張的運費 可能照台灣的樂比一次的運費 可能就要賠兩三百塊 對 但這件事情你也不能不做 因為你也不希望別人買了不合腳的鞋子 沒有做的人 真的沒辦法想像 沒有辦法了解 像這樣各中輕戶除了尺寸這件事情 跟人腳的需求以外 還有什麼事情會讓你 像剛剛你那樣子 就是開店的大碼 那你媽不懂啦 其實鞋子他放久也是會壞啊 而且世紀很分別 這件事情也是很可怕 因為你要想 一個兩鞋一腳要脫 他能賣的季節是多久 兩三個月而已 其實很可怕 然後鞋子的製程又很久 有時候我們真的賣的時候 在追加 到的時候 已經冷了 所以其實很可怕 已經沒有賣氣 對 到底是暖冬 還是寒冬 到底繼續可以穿涼起來 還是雪靴要搞漢 對 到底我要賣雪靴 還是其實一般的平底鞋就夠了 就是每次都要壓 每次都要壓 都要跟老天對讀 對 是很可怕 每年都在做人生的讀書 所以 你接下來會認為 大概在所謂的三五 甚至十年 是那個風風水漾 我覺得我們 有這麼龐大的粉絲支持我們 我們應該 可以穩健 然後一步一腳印的 走下去 然後成為台灣很棒的品牌 我覺得我們並沒有辦法 猛爆式的起飛 是因為有太多的 不管是成本啊 人事啊 成本就回歸到我十年前 錯誤的決定 我現在也不能告訴人家說 啊就是都算 尤其是我今晚都負責 我可不可以賺兩倍 我覺得我也講不出口 我同時的某一些血款裡面 他算出算錯 這樣是賠償 對我也沒辦法講出口 或許我們 會一直在 但我絕對不會有 猛爆式的成長 除非我有什麼金主投資我吧 讓我做大刀闊斧的大改變 不然如果還是照我自己 這樣慢慢的辛苦的做的話 我覺得 我們會很棒 但還是會很辛苦 然後會慢慢的做 是這種情形 就是遇到大風大浪的話 我們也不會馬上趴下去的 我們應該也會是這樣的企業 你怎麼看到你直播裡面 都是髒話的這件事情 我沒有都是髒話的 是台南 我沒有都是髒話 真的 但是說到這件事情喔 阿桑我們有開了一個直播 在大哭之類的 我快兩年來 我沒有這樣過 我上禮拜的直播 我現在還在猶豫 我要不要刪掉 喔那你覺得 因為我在裡面一直 他不是人做自己嗎 極度的厭世跟 罵政府 哈哈哈哈 那你還是刪掉 可能那一集會變差水表 我也覺得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刪掉 而且我還開放我還開放粉絲說 現在把你們最不少的事情 全部都寫出來啦 喔他們全部都寫出來你知道嗎 超好笑的 應該都在罵老公吧 對還有一個說 我告訴你 我在我們副駕工廠 從頭到尾整個 整個工廠裡面都是副駕的人 你說我有多悲哀 我說你第一名 來上凱爺的節目 其實我們的客人 就是都 數值都很好 但 可以負能量的時候 也是你知道 沒有在客氣的 那歡迎大家 上禮拜五 粉絲團看那一個 可能會比賽這樣 那一集真的超級負能量欸 超好的 我結束之後 我考慮好久要不要刪 後來是因為一忙 就忘記刪掉了 好那你還是不要刪 超負能量 他承載了所有人的願望 真的 好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 可愛的節目的一個環節 叫做 創業的五十道音音 我們要請你抽 最後一個我們要問你的節目 但是你要答應 所有的那個 觀眾朋友 你會全是回答 你一定是要動到不想 讓我抽一分手 我看我沒想過 這是什麼 創業 創業是條孤單的路 你怎麼面對或調適 這趟獨行俠的路程 我覺得之前真的是獨行俠 現在 這兩三年比較好了 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 我莫名其妙創了一個 電商校長團 這件事情 對 這是上過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上週 對 就是我莫名其妙在 三年前的生日 其實我就是在某一天 負能量爆表的一天 我才說 可不可以有一個社團是只有老闆 而且一個公司只有一個人 連股東 連高層 連什麼高階經營員都不能進來的地方 他只有老闆 他只有付薪水那個人 他只有公司倒了他 有感覺那個人可以進來 有人認識團之後 我整個人生都不一樣了 對 有好有壞 最壞一點就是比如說 我在那地方認識了他 那好的部分就是我們真的認識了非常非常多的夥伴 政策在變 或者是任何的行銷的新的東西出來了 你等會有100多個老闆陪你一起學習 你有時候你沒有空去看 但是會有很多人看到之後會來跟你說 大家一起交流我們很多的過程跟方式 大家也會在這邊交流好員工跟壞員工 不要把孩子威脅我 記得我剛 我不是威脅 我真的是要奉勸所有的小朋友們 世界真的很小 有多少的電商的小小的八卦 在辦公室裡面都會被渲染的 你們怎麼還是好傻好天真啊 好荒謬喔 世界很小 而且世界小到電商老闆 都一起來跟我當我的學弟學妹了 真的 對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已經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獨行俠了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感謝所有的電商老闆 但也很感謝 我覺得最感謝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原因是因為我的負能量 讓我創了這個社團而讓我有了這樣的環境 因為如果我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其實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共同喜怒哀樂的地方的一個團體 我真的做對了一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感謝那一年的自己 負能量報表的時候 我是選擇這樣的方式 而不是選擇跳樓 以下要幫我打機率 今天很開心能夠邀請到那個BOMONS的LISA 來到我們這個老闆真的不是人幹的這個節目的現場 跟大家分享很多創意中間的點點滴滴 那謝謝你們的收看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創意有關的頻道 然後或者是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會抽空回覆你喔 謝謝 晚安 我幫大家爭取到好空囉 LISA你要送我們什麼 送兩雙鞋吧 哇 我跟大家講喔 如果你現在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的影片下面留言 LISA是哪個品牌的呢 我們就會抽出兩位幸運朋友 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觀光練一雙好鞋喔 Let's go